大家好 我是苗非苗哥 由于过年就在眼前了 很快就过年了 所以很多朋友都开始开了车 上高速回老家 过年 这个时候今年的情况比晚年特殊一点 因为2019年 我们在大力推广ETC 很多朋友都办了ETC 而且省界收费站都取消了 都说我们办了ETC之后就不堵车了 这办了ETC之后发现这个 能够送到不堵车了 ETC送到反倒堵车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今天苗哥就跟大家讲一下 ETC通道必堵的一些技巧 做好这些事情之后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 你被堵到ETC通道上 首先第一点 造成ETC通道堵车的重要原因 就是我们很多朋友 这个ETC不能够正确的去使用 比如说 有现在一部分朋友 听说这个ETC 如果这个卡插在这个上面的话 容易被倒刷 所以呢 他干脆把卡取下来 然后等车子开在ETC口 那个地方开始插卡 这种情况 你都到了感应群人在插卡 没得用啊 对不对 他感应不到你里面有卡 所以你就自然而然的 就被堵到那个收费口 那个地方 你一堵上 后面自然就堵上了 对不对 所以建议大家在你上高速之前 注意检查一下 你的ETC卡 是否正确的安装了 尤其是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个芯片 千万不要插反的方向 你插进去之后 注意看一下他们的显示 这个ETC设备 你只要卡插错了 它就不会有显示 或者不会有DDA声 你只要插对了 插进去之后 它才会有显示记账卡 或者才会有DDA声 所以建议大家 这个卡插上去了之后 就不要取下来 因为你只要是2019年办的ETC 基本上这张卡 不会出现被盗碎的情况 早就把那个小儿子分离关闭了 大家不要担心 第二种情况 就是我们一些朋友 在激活的时候 这个激活程序没有搞对 认为只要把这个设备 扎上去 把卡插上 激活程序没有完全走完 导致被卡在了ETC那个地方 进不去 导致后面的拥堵 所以你一定确认一下 你自己办完之后 激活的时候 有没有激活完成 或者你要是实在不放心的话 你可以用手机 连上ETC设备 再提前查看一下 确保你的激活是有效的 第三点 有些朋友 这个ETC设备 它没有粘在档红玻璃上面 加上你的车子 如果前档贴的是这种金属防暴膜的话 它对于这个信号的传输 是有一定的阻隔作用 所以再上高速的时候 如果你那个设备 没有拿出来 放在手套箱里面 可能会出现设备识别 不差的情况 就会出现卡在你进不去的情况 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把这个设备 拿出来摆在这个中控台上 第四点就是有不少朋友 第一次使用ETC设备 对ETC设备认识不足 认为这个ETC设备 就是跟我们平时停车收费 那个杆子是一样的 我跟车跟得非常紧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高速进出口 这个ETC通道 它上面有一个感应装置 这个感应区 其实比较长 所以你要是跟车 跟的比较近的话 那个感应区可以停下三台车 那么就意味着 这个感应区 会同时感应到几台车 这个时候会导致系统识别车物 就会出现不抬杆的情况 所以建议大家 在进出 ETC收费通道的时候 你的跟车距离 要保持三个车身以上 也就是说 建议大家保持10米以上 这样的话 有助于大家可以顺畅的通过 ETC收费通道口 第五位点 就是每次上高速的时候 总会遇到这么一些不规矩的 它就想趁你的ETC 或者想插个队 这种时候 你在上高速之前 或者在出高速之前 注意看一下 你旁边车道上面 有没有这种 爱走不走 磨磨蹭蹭的车子 在那个地方 如果有的话 那么你就在那个地方 稍微谨慎一点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 你也不要急 找工作人员 尽管说 现在这个收费口 基本上 ETC通道越来越多 但是 它一定会保留 几个工作人员的 就处理这些 出现的故障 所以说找工作人员 给你放出去就好了 扣的钱 还是你自己走的路的 而不会多扣你的钱 这点大家不要有过分的担心 最后 假如你在进途高速的时候 ETC通道 排残队 堵车了 那么你同样的 可以选择走轮功车道 把你的ETC设备上面 那个卡插下来 刷一下就可以了 只不过说 这个卡刷完之后 建议大家要及时把这个卡插回去 尤其是不要插反了 这样的话 你在下高速的时候 才会避免出不去的尴尬 好了 由于这是高速ETC 普及的第一个春节 所以很多朋友 第一次使用ETC 难免出现这样的一些状况 希望大家在上高速之前 可以依照喵哥说的去检查检查 如果遇到了堵车的情况 也可以按照喵哥说的办法去处理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讲的实在 对你有帮助 给喵哥点个赞 给观众好不好 谢谢大家